Hello 懷詩千 終於又到生日與最愛了 上一年生日的時候有拍到這個生日與最愛 今年也有再拍了 首先就是要分享一下 2021年1至2月有什麼喜歡用的產品 我相信大家可能在我72小時的護膚品裡面 都可能看到這些產品了 好 那我們事不宜遲 馬上開始 首先第一個就是我買了一個眼膜 是一個超級漂亮的眼膜 大家可以上網找一下 我自己就是在HKTV Mall買的 這個是我看到一些韓國Youtuber有介紹的 我就入手了回來試 它打開就是一個 新丁的眉毛的眼膜 我拿一片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平日我為什麼這麼喜歡它呢 就是它的去黑眼圈的效果我覺得很好 這樣敷在眼底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我拍片的時候有敷過的 我先拿回來 首先就是它很適合我的眼型 我的眼睛比較小 它剛剛好可以兜住到這個位置 而且重點我眼尾這個黑眼圈很深 它也可以兜得到 而且它連續兩天敷 它也不會令我生油脂粒粉刺 而且它的保濕滋潤度很好 也可以減淡到一些乾紋的 就是綠色這一眼我很喜歡 但我特地拿這個紅色這一眼告訴大家 它是沒什麼用的 兩個相比之下我覺得這個的效果很顯著 我買這個回來試 這個是有一點緊緻的效果 但是我覺得敷完它好像沒有敷 沒有什麼特別 所以我建議如果大家想試 可以選綠色這一眼 它也是80元左右港幣一眼 一眼有很久敷 我現在敷了三個月 我還用了半眼而已 它裡面一共有60個 即是30對 這個真的超級便宜 大家可以買回來試一下 另外就是洗頭水 我之前有亂試了一通其他的東西 之後我也是乖乖地用我髮型師 叫我用這個Mewbom的洗頭水 其實跟大家分享過 而它這次給了這個folium的我 就是令到你的頭髮會更豐盈 我覺得它很好 即是洗完髮根的位置會很乾爽 而且頭髮會很脹風風 現在這樣 即是我本身頭髮都很脹的 但是它就是清爽豐盈 我夏天會很喜歡用 我是買補充妝的 或者自己feel下去 所以剛剛才feel完 大家可以看看 如果你想找洗頭水 可以試Mewbom的洗頭水 我相信很多地方都有購買的 另外就是它這個repaire 這個護髮素 其實它的樽身是folium 但是其實它裡面是repaire Mewbom的repaire系列 很適合一些頭髮偏乾的 對 右皮就不要試了 頭髮偏乾 像我這樣乾得很容易發尾開叉的 你只要一用了這個repaire的護髮素 你馬上做了一個很厲害的療程 如果頭髮偏乾的女生一定要買這個repaire的護髮素 試一下 真的很棒 它們的護髮素 這支fresh的潔膚水 我相信很多女生看了我72小時的護髮片之後 都說很想試 大家有見過它紅茶系列的精華水 應該是超級王牌茶品 大家也見過它 它是同系列 它就是潔膚水 它是先用了它全面抹乾淨之後 再泊那個精華水上面 但是我沒有配合這個step去用 我只用這支潔膚水 早晚 即是塗護膚品之前抹臉 或者起床我不想洗臉 我只用它抹臉 我覺得很好 很保濕 不乾不睏 不刺激 而且它抹得很乾淨 你每一次抹完 即使你早上抹 也有灰黃 塵 它也會抹得很乾淨 而且很喜歡用來抹頸 頸的角質塵是比面厚很多的容易 所以我每一次都用它來抹頸 會變得很黑 所以這一支潔膚水 我也建議一些喜歡用潔膚水的女生 如果你平日不喜歡用這些 有它角質功能的潔膚水的話 你還是選擇一些保濕的爽膚水也可以 還有很喜歡的護膚品 就一定是Cisley的面霜 這一支面霜其實挺貴的 是日霜 有SPF50加PA3加 但是它防曬指數很高 而且它的保濕滋潤度很高 不建議油性的皮膚試 因為它的質地都是偏向潤身一點的 但是如果你皮膚偏乾 好像我這樣 平日不會經常都化妝的 主要是塗一個有防曬指數的 防曬就可以的話 這個真的快漂亮 你一起來洗完面 就可以直接塗了這個面霜 就可以出去 因為它有一點點潤色效果 會看上去你的膚質 皮膚狀態很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面霜也是近期很喜歡的 我相信我用了大半支 因為我看不到 其實噴都開始不太噴到 很怕快要用完 對 它還有美白的成分 它是我很喜歡Cisley的美白精華 同系列伸出的一個日霜 所以基本上這一支可以做到日常的保濕 防曬 美白 一支就完成了 然後還有一個很喜歡的產品 就是NARS的AQUA Gel 其實我很久以前 我小時候第一次用專櫃護膚品的時候 就是用NARS的AQUA Gel 大家姐買給我的 很清爽 很保濕 那種高度保濕 甚至超級乾的敏感肌 都會覺得很足夠 但它的質地是Gel狀 很清爽 不淋 甚至是你開了冷氣 它也不會抽乾臉皮膚 不會整臉油 這個NARS的AQUA Gel 永遠都是我 會不會扣著放在家裡的Gel Cream 給大家看看 它的質地是超級好推 很滑 很喜歡 但它只是保濕 不過可以做到只是保濕做得很好的話 已經很足夠了 因為我拍攝72小時的時候 我試了Fenty Skin的Gel Cream 那個是很厚的 它是Gel狀的質地 但你推開會覺得有一種粒粒的 很厚的感覺 但NARS這個好像塗了好像沒有塗 但第二天睡醒後臉又會很保碎 還有一個我很喜歡 就是Milbong這個新出的髮尾油 大家都知道我其實會有塗一點髮尾油 但很對不起 原來我之前介紹Chanel的髮尾油 是限量的產品 現在已經不能買了 所以我要補回介紹這個Milbong的給你們 它很香 它的香味是男生都會喜歡的味道 它是一點甜甜的果香 但不會太甜 果香混合花香的味道 基本上男女嗅到也會覺得很舒服 然後我很喜歡推開之後 輕輕擦髮尾的位置 其實我要不要剪掉它 但我真的不能剪到那麼短 但我髮尾真的很爛 之前漂過的頭髮 你一擦了之後就會立刻光澤很多 而且它這個油是不黏的 所以我自己也很喜歡 如果想找髮尾油的女生可以試一下 因為我之前試過其他韓國很熱買的髮尾油 是很黏的 但是我真的很喜歡用Milbong的洗頭髮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我那個Salon 是用開Milbong的染髮劑 所以我變相用它們同系列的產品 我的頭髮真的聽話很多 這個是Tatcha的一個lip mask 我想說就是你能睡覺之前 薄薄的塗了一層 第二天睡醒的嘴會很刺 而且你能睡覺之前塗 它那層玻璃嘴的質感 顯得你的唇很吸引 這個就是我很喜歡Tatcha的lip mask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打開是一個很漂亮的粉紅色 而且你每一次塗的量 都是很少就夠了 所以這一瓶子我想我也有很久用了 好 接著就可以跟大家分享化妝品了 其實我很久沒跟大家分享Dior的lip glow 但這個其實是Dior lipglow的mat finish 潤唇膏 它是101號色 它是塗出來的 是雅致的妝效 因為它最經典的這個粉紅色 是會因應你皮膚身體的熱力 去吞不同的顏色 每一個人塗出來都有點不同 我自己就是這樣粉紅嫩嫩 很自然的效果 另外就是它的妝效 是不會沾口罩很厲害 因為我也喜歡了一個mat finish的唇膏 如果外出要戴口罩的時候 有時你塗潤唇膏 它黏著口罩你再沾到臉上 因為潤唇膏的質感比較潤 你的臉就很容易生暗瘡 所以如果大家想找一個有色的潤唇膏 戴mat finish 就記得試Dior這個 對不起 我最對不起 因為我新年的時候 說要派這個NARS的C色 但是忘記了 所以我會把它集合 接下來他們春夏的系列 跟大家一起分享 但無論如何 我想跟大家講一下這個palace 它是兩顆胭脂 一個是陰影的顏色 一個是胭脂顏色 一個是胭脂顏色 我想說這兩個顏色做胭脂也很漂亮 我先塗了這個peachy的顏色 給大家看一下 都是一如以往超級顯白的蜜桃色 對了 你會覺得沒什麼特別 而這個是一個很漂亮的茶色 那我就塗另外一邊 你看下去它是啡色 但上面是有一點點陰影啡的感覺 看到嗎 很顯瘦 所以這兩個顏色混合在一起塗 你把這個啡的blend一點在這邊 然後再將這個蜜桃色 塗一點點在這裡中間 胭脂效果很漂亮 所以這個很值得買 而且它的包裝很吸引 它有心形 有蝴蝶 有四葉草 很漂亮 這個黑色紅色的packing 大家趁它還沒斷貨才要入手 如果喜歡這種色系的女生 然後還有它這個眼影盤 我本身看到這個紫紅好像不太漂亮 但上到眼睛很好看 特別是新年的時候我看到很多blogger拍 你用這個中紅色 滑一點點在下眼線 我那個amani的cream的影片 其實後面七天之後 我都用了這個眼影盤去化 用這個中紅色 滑一點點在下眼線的位置 有那種立刻放大眼睛 楚楚可憐的感覺 還有它這個閃 極漂亮 是有一點古銅光澤的感覺 還有中間這一顆 可能看我最近的妝片 我就用中間這一顆 它是沒有閃的珠光 它打造到一個很自然立體的光澤效果 你拿來做臉的highlight也會很漂亮 所以這一盒眼影盤 是出乎意料的好看 不過你平日少用這些顏色 你只用大跌色系 就不用買它了 接著很喜歡的唇膏 就是YSL這個新年出的版本 這個是122號色 它是比平日的茶色 再紅一點點 我那時候有出了story 跟大家分享 這個是封熱啡的顏色 你看 妝效多漂亮 還有一個很棒的玻璃嘴的效果 不過有一點不好 就是這一類型的唇妝一定會黏口罩 所以你一定要脫口罩的情況下 才塗 但是這個122號色實在太值得買了 接著我現在嘴上這個妝感 是不是很漂亮呢 你的嘴好像 潤到可以擠到水出來 就是用了MAC的這個lip balm 我最喜歡那個顏色 已經是你最喜歡的顏色 其實是這個coral的顏色 如果你的皮膚跟我一樣偏黃 這個顏色你會帶得很漂亮 但是如果你的皮膚偏白呢 你可以選擇他們 其他比較櫻桃一點的顏色 也很好看 你無論塗多少層 都不會厚 又不會卡住你細皮 唇紋都可以撫平 而且很滋潤 那另外一個呢 如果你喜歡這種超美玻璃嘴的感覺 一定要買買它 這個是我之前在Gmarket的時候買的 就是這個HERA的唇膏 今天試上去給大家看 我最近又在Gmarket那裡 購物了一些便宜的好東西 到時候都會再跟大家分享 這個HERA的唇膏是462號色 也是Jenny的熱賣的顏色 現在這樣呢 我就覺得它跟剛才YSL那個有少少相似 不過它就沒有YSL那個感 暗 這個塗上嘴你會有少少薄荷冰涼感 而且它是一個很漂亮的杏仁奶茶色 但是它不算是很像狗 因為它表面那層令身的感覺 你戴口罩會像口罩 但是你就這樣塗的時候 它就會保持得很好 你吃完東西都還有六成色左右 我覺得一二月呢 我都一直在用我2020年最愛的底妝產品 所以如果底妝方面的東西 大家就可以看回我那個 最愛的化妝品片 還有一個很喜歡 也是在Gmarket那裡買的 一個lip tin 這個lip tin很持久 持久到我有點害怕 所以如果平日怕吃飾的女生 就不要試它了 但是它這個霧面的妝感 而且這麼持久 又完全不脫口罩 好像六十元左右 好像六十元也不用 就是有了 這一枝 然後這個顏色是很顯白 你聽到一些怪聲 其實是Foxy在做什麼 它是雅致的妝感 一個很粉嫩的Coral色 然後我現在可以抹走雙臉 給你看 它就會有一點點 在唇上 大概一點 你要敷一個眼唇卸妝液 但它的妝感真的很持久 而且它的霧面效果很漂亮 又不乾 又便宜 所以如果大家想用這種 Matte Finish的唇膏液 也可以試一下它 用的這個色號是三號色 糟了為什麼我這個月 選了這麼多喜歡的唇部產品 最後一樣是Nars的這個唇膏 跟剛才的胭脂眼影是同一個系列 這個顏色是一個比較Nuse色的裸粉色 這個是一個很適合亞洲女生用的Nuse色 是很溫柔粉嫩的感覺 而且它是霧面的妝感 霧面得來不乾 又不會令我卡死皮 還有Nars的唇膏真的很持久 我新年的時候用它 除了口罩下來 吃飯 我的嘴還是這樣 還保持到七至八成色 還有它這個霧面的妝感 不會令你有一種乾真真 很想再保養唇膏的感覺 超級適合皮膚白 還有喜歡裸色的女生 好了 生日月最愛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問我 還有什麼想看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